对于那个0到6岁国家养 这样的政策 绿党跟实力的想法是什么 我也还蛮好奇的 万宁先 我觉得政府财政会是一个困难 那当然还有比例上的问题 我觉得利益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实际执行面 可能需要有很多面向需要考虑 不是能够那么草酸 或长处的提出一个口号 然后就当成证件去做 我觉得那后面有很多的议题 还有很多的面向 都是需要去研究的 你觉得国家财政没有办法 我觉得那个就是 看从哪边去挪 因为财政它就是这么多 我们能够运用的资源就是这么多 那怎么去挪动 怎么样去做补助 而且要实际能够注意到 到小孩的身上 注意到家庭家长的身上 我觉得这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过去的补助就会是 我们增加补助款 然后学费就同时增加 所以其实对爸妈的负担并没有减轻 我只是从政府拿了之后 我转手到幼稚园去而已 所以现在其实没有帮助 那刚才说其实公幼和私幼中间 现在有一个非营利幼儿园 我觉得那也是非常不错的方向 现在有非营利幼儿园 鼓励对营利 就是你所谓收资的部分 是需要达到一定的平衡 不能顺利 不是赚钱的 对 就是不能盈利的 那我觉得那个 因为公幼真的很难抽 因为像我们家小孩 就是因为我们是双胞胎 所以才有那个优先排序 才有办法抽到公幼 之前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才有资格抽到公幼 不然公幼真的是 不知道几百个抽一个这样子 那什么是非营利幼儿园 非营利它大概会 它大概有一定的规范 就是说所收到这些费用 都是必须做在这些小孩的 幼稚园的经营上面 不能经到自己经营人的身上 或经营人的这个团体身上 不能有太 我就忘记是不能有一定的比例 还是不能有超过多少 但是它就是会有这些要求 就是我收的款项都是 要印注在教育上面 所以它会这样子去限制 那谁会去做那个经营者 它也有限制一些 我觉得我印象中 有一些是基金会 或是财团法人 或者是甚至一些 优保机构 没有完全 那有些是 之前有到像有些大学 他们其实会协助这个部分 就有幼保科的大学 他们好像也可以 协助参与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教育 特别是幼儿教育 有理念的人团体很多 对 并不是大家班幼儿园 都是要赚钱 只是私幼目前 其实它会 它很多的宣传 削头这样子 你的小朋友进幼稚园了吗 对啊 我们之前抽公幼 你也抽 抽58 为什么不去私立的 为什么不去私立的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我个人 假设说我可以负担得起私幼 可是这里面 例如说私立幼儿园 它的一些方式 然后它的经营的中指 例如说我接触了好几家 我不敢说我全部都看 因为我不是那种 很神经质的妈妈 会每一家都去试上去读 可是我看到就是他们很在意说 假设你一个月要付到一两万块 然后学费还有杂费 还有各式各样的费用 所以他们会很在意 就是要让家长看说 你的小孩会什么 像我就被demo说 就是小孩几岁的时候 就会算几位数加几位数 他就给我看那个大班的孩子 可以算四五位数以上 我都加不出来的东西 他有一种特殊的一些 就是有些如果用蒙特索利 或什么的方式 其实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脑子里的一种 结构式数学 数理的学习方法 然后有的就demo给我看说 小班就会煎蛋 然后就是在那边煎蛋 然后我就说 我真的不需要 小班煎蛋 对然后就煎蛋 然后就说他就会自己做早餐 那我其实觉得我并不是 那么需要看到这种 我其实不是 但是我可以了解他们的焦虑 就是说父母如果花了这么多钱 他们要看到什么东西 就是学校会预设 你要有看到小孩子 表现度的东西 可是我不希望我的小孩 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那因为我知道 例如说我们家附近的小学的 附设的公佑 那个校长非常有教学的理念 所以我就很想让他可以在 空间宽阔的地方 然后在那边上 可是就是抽不到 你没有抽到 抽不到啊 失利你不去东西抽不到 后来呢 没有后来还是只能上 那个失利的 所以他现在五位数 加五位数没问题了 所以他会肩蛋 并没有 因为妈妈就让他很自在这样子 就是每天都在玩这样 是哦 对 哇 那个你是医学院嘛 我是医学院 对不对 毕业的 我台北医学院毕业 来来来 问你 二五六七五加三八九八八 这样都是 天啊 坦白说 我实在是不会 大班人家就会了 对 真的大班人家就会 我真的是不会 台大的 要算一下 没有 现在其实我觉得很需要 三用工具 所以我觉得教育 教育方式真的需要改变 不应该是一直 设备和技艺和考试 和重复的练习 有道理 你有工具解决嘛 干嘛把人生画在那里 是 所以我觉得 整个教育体制 其实就是说 我们可能整个教育 都要转个巷子 因为现在的趋势 其实现在的孩子 其实大家都会说什么 他们什么都查网络嘛 其实本来这就应该 当作一个现象去研究 所以像法国就有 哲学家专门探讨这些事情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 他们真的不需要 他追随一个名师 因为你再怎么样一个名师 你装的东西 不会有云端 网络多 所以现在是整个 把主权分散到 每个人都可以 有主控性的时代 所以其实在 从孩子的教育 其实就想到 很多事情的管理方法 不应该再次过去想的 通通集中在政府